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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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來也是可惜的 一個五年任期 其實我正正經經做行政長官 想做的事只有兩年 其實我講了我自己 何時跟中央提出不連任的議員 都有少少洩露了秘密 但我不想引起太多的猜測 是跟這個有關、那個有關 所以我告訴大家 去年三月兩會期間 趁人在北京 因為這些話要親口說 就已經表達了議員 但我今天不能透露 中央什麼時候 表示了尊重和理解 但那些人說 你整年都不告訴我們 你不做 有些東西叫做人走策略 我這麼早告訴你 我還可以管治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 就是到開始提名期 我就告訴大家 但等於我前天在立法會說 其實你留意 林鄭特首她的工作 她說的話 你就知道她在鋪排 即是離任 但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我鋪排離任 我會做更加多的工作 所以一次又一次 有人說 她怎麼像走 她又北部都會拘留 這樣又那樣 這些人就不認識我 我每一次離開一個工作崗位 無論早期的社會福利處處長好 發展局局長好 甚至政務司司長好 就算明知道自己不做 雖然最終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要做了 我都是鋪排好工作 給下任 甚至開展一些 我認為對香港很有利的工作 等於2016年 我都真的沒有想過選特首 我去爭取鼓工來到香港 因為我認為這個項目對於香港的文化發展 是非常之重要 對於講好國家的故事 我們亦都可以作出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都沒有理會自己 你只有半年做司長 你還搞不多事情出來 去年2021年的施政報告 有一本很厚的 叫做施政報告的附編 其實就是提早總結 因為我知道來到6月 我已經沒有另一份施政報告 我亦都一早在去年年初 已經決定不參選 所以就利用去年的施政報告 做了一個四年多工作的總結 而在這四年多裡面的四份施政報告 我們都落實了百分之九十多 而且是圖文並茂 有數字給社會看 當然去年的施政報告 現在只有七、八個月的時間 有些是未完全做到的 尤其是這屆政府 我們是很願意去處理一些老大難的問題 我由上任一開始都跟同事說 無謂再將一些掃在地毯底 拿上桌面 能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解決 都部分解決 回歸有五屆政府 第一屆 劉價在特首上任時 離任時下跌了百分之五十七 下跌了百分之五十七 第二屆 在上任和離任前 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三 第三屆 在上任和離任時 上升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第四屆 在上任和離任時 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三點一 在本人這一屆 由上任到我即將離任 現在截至到四月 是上升了百分之十三點八 其實樓價是需要平穩 但是過去四屆都是大上大落 就製造了很多問題 大落的時候就很害怕 就停了一些東西 大上的時候 就是那些辣椒 那些又不叫人買樓 這些東西 這個不是健康的樓市 健康的樓市是一個供應穩定 令市民知道不用心急 我可以買的 但是樓價是要平穩的 突然間樓價跌 又會出現一系列其他問題 因為它是市民擁有最重要的資產 所以從數字上講 是一個平穩 我們是希望 我本人是希望 做到一個樓價是平穩 所以既可以滿足市民居住的需要 也都是可以作為一種資產 因為事實上 香港的退休保障 儘管是甚麼四條支柱呢 其實未夠穩妥的 所以市民都是喜歡置業 就是有一個 他自己退休的時候 安穩的資產也好 或者給子女的資產也好 我沒有一個個人的班底 所以也沒有這個能力 可以籌組任何這些致富的工作 這就等於干預 甚至影響當屆政府的工作 所以我一定不會考慮 我也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我從來都不是一個 有班底的人 你都知道我沒有班底 又沒有打手 又沒有代言人 我自己是一個人 投入了公職 去到哪個公職的位置 那些同事就是我的班底 該多的討段